你這個樣子好像很辛苦 每一天就是在做這件事 的目的就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只是在找屋住 每天花一個小時來填表格 給很多資料 就是找屋住 人生就是一個 挺好的體驗 沒試過 你很忙嗎?搞了兩個小時 其實是做些什麼?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兩個小時了嗎? 是啊 是每個大人 我看到你 我說了 沒所謂了 是每個大人 都要填一份表 網上表格 是嗎? 我說漏了你告訴我 就是基本資料要填 名字那些 跟著問 剛才問了我什麼? 問我以前的職業 你還要介紹一下 怎樣做些什麼 詳細 不是問你以前 不是問你職業 職業 是嗎? 就是要很詳細的介紹 是嗎? 跟著你剛才問我另外 那個什麼成就 那些什麼? 噢 他又不是問你履歷的 是嗎? 他問你什麼成就 他不是問你 他問得這麼深 你自己說 很深 你現在都覺得很深 好多 很多很多紙箱 又來了 原來這麼多 原來 只是這裡紙箱 也一千多元 原來一千多元 紙箱 原來這麼貴 不過不用怕 之後可以扣回來 好 很棒 我可以做一張梳化 這裡 這麼大的紙箱 搞定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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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其實我不捨得扔東西 對 其實很多東西都不捨得扔的了 一來不捨得扔 二來我那時候在香港搬過來 哪裏有地方哪裏有時間 讓你這樣收拾 這次我們這裡地方大 可以攤開所有東西來收拾 上次我們搬過來 不是搬運公司上來 他就不斷幫我們收拾 半天收拾所有東西 什麼東西一堆堆地收拾 這次就不同了 這些當然是不收拾 這些觀眾的 寄給他們的 好了 我們繼續努力收拾東西 這個是誰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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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ematic 莎莎 thanked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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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ουμε 小時候的毛是深色和很軟的 這是誰來的? 你啊 我來的 後面那張照片 怎麼拿到家裡呢? 怎麼可以拿到朋友家裡呢? 整個鍋子拿去 這個在哪裡真的忘記了 剛剛拍的是不是? 是 今集是講斷捨離 這一輪我們不停地收拾東西 收拾到衣服都沒得穿 多裸露 衣服都沒得穿? 嘩 不停收拾不停收拾 清了所有的東西 我們最後就變成多少箱呢? 現在都不知道 世間上 知不知道? 什麼? 世間上最難的斷捨 是啊 我昨天在書局看一本書 斷捨離是怎麼做的呢? 是要你斷捨離出一個空間 而不是斷捨離 那個物件還有沒有用? 你知道嗎? 嘩 很多東西呢 我們兩年多前搬過來 現在我們就最後衝刺的了 那麼跟著 是啊 我們這些家當呢 就應該跟我們上飛機的時間很接近的了 那麼這些家當呢 去到呢 可能要幾個月才去到的 那麼我們一日已經去到了 我們快一兩日時間去到了 那麼 那 再穿一件衣服 什麼老套啊? 這是歷史來的 你去看梅艷芳 那些人穿衣服就是這樣的了 在我們那個年代 知道嗎? 你將來看這段影片 就看回歷史 這些年代的人就是這樣穿衣服的了 剛剛找到這件衣服 你猜我扔不扔啊? 扔 這件衣服是參加亞運會的時間 香港代表隊的隊衣服 扔不扔? 那你扔不扔? 扔 一直都是放在櫃桶 由1998 1989年 放到現在2021年 1999 2009 放了二十幾年 都是在櫃桶裏面 穿來幹什麼 現在拍片就穿阿羅攤過人 這樣也不扔 你就做不到斷捨離 這什麼叫斷捨離? 我們馬來西亞搬來的時候 有八十幾箱 可能有些比較小的 但是都是八十幾箱 現在我們搬走 現在預計應該是十幾二十箱 那今天我們要收拾了 我們要收拾了 這個是不是經典? 是不是你那時候找去合? 什麼合? 是寫字的 九龍皇帝真祖彩 這個是照片當年我們做年少 說我們三個朋友 包括我和另外兩個朋友 就去找真祖彩 這個 這張照片就是真祖彩 真祖彩當時還沒有離開我們的 就找真祖彩 幫我們寫輝春 寫了很多字 就是我們選了給他們 寫了很多字 跟著我們就做了一些輝春貼紙 做了一些輝春擺設 就在維多利亞年少的時候就擺的 跟著他們和我們寫了三張大張賣鳥紙 其中一張在我朋友那裏 我沒有拿到的 不知只剩下兩張 我沒有拿到 因為我都是斷寫離斷歸賣 現在應該很值錢的 是真職來的 我留給你 歷史都很多很長的 一邊收拾東西一邊收拾東西 過去這幾年都是收拾東西 這次應該收拾得最多東西 你看這些 這些相簿 我連結婚相簿都差一點 差一點 差一點 開來看 不要 快一點 不要不要不要 拍得很漂亮 那本我可以給你看 哪一本 這些可以看 很多年前 好漂亮 哪一本都漂亮 真是歲月催人老 揭快一點 其實我那天去結婚 我頭髮我都沒有剪的 不是 你連頭都沒有gel 頭都沒有gel 我幾簡單 好青春 為什麼你這麼奇怪 你看到這張照片 像不像梅元芳 那部戲 你看回那些街景 梅元芳的街景 就是這樣 是 直燈拍出來 嘩 好漂亮 這個是大張 那張 是啊 還在那裡 那張 不拿不拿 你送給別人 送給別人 有沒有人要 這個是山頂 山頂 好漂亮 街景 我們那時候 在街拍了十分紗照片 已經 沒有 這些很重 我打算 當請收拾垃圾的喝東西 這些 喂喂喂 你看看 這部機 好笑 那時候 我們呢 用來看DVD的 你記得嗎 這部機 鹹豐年 都買來看DVD的 你買的 當然買 你 你什麼年代 什麼啊 你買的 終於都收拾了 因為之前 一條電器 打給我們 搞定 搞定 哇 終於都搞定了 我們這裏呢 就 二十幾箱 這次看 二十七 二十七箱 我不會再搬樓 喂 風水佬呢 就騙你 十年八年 我騙不到你的 以前呢 我們有個風水佬 就跟我們說 每兩年左右 就搬一次屋的了 在我們認識這十幾年裏面 是因 真的每兩年多搬一次屋的 年多又有 兩年多 最長的一次我們都不住過三年 是不是 你相信風水的嗎 我不相信風水 人家這樣說 那時候那時候就這樣聽的 聽了就 又是 就當是真的了 就好像現在那些預言家那樣 什麼預言啊 印度神童啊 他說什麼 喂 隔兩天一個預言 隔兩天一個預言 一定準的嘛 說準了就準了 是不是 對不對 對不對 就好像有些朋友 預言我們 哎 他要是走的 去英國 那 很容易預言的 這個其實 真的說真的 那為什麼我們一直都沒有 沒有去跟大家分享呢 其實 說真的 我們真的 預備了很短時間 也都不敢這麼快說 就是 都不知道去不去得成 對不對 啊 我覺得 拍照 好 哦 哇 我們